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x是這個負數 y是這個,z是這個 那麼它問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我們換個比較方便的符號 我把這個寫成多少呢? 寫成那種指數的形式 1的4分之πi 然後呢,這一個 我也把它寫成指數的形式 6分之πi 然後這個是2 1的3分之πi 然後把它統統帶進去 這個平方的話就是這個平方 就是2 乘以這個平方 1的多少? 因為這是指數 2拿進去的話 4分之π乘以2 就是2分之πi 2分之πi 然後再乘以多少? 這4次方 就是2的4次方 乘以這個4次方 叫1的多少? 4拿進去嗎? 就6分之4π 6分之4πi 除以多少呢? 除以這個3次方 這個3次方 是2的3次方 乘以1的多少呢? 就是這個3次方 3拿進去 就是πi 這樣子 好,那這樣子以後 那這個就等於多少 你看,2的部分 2的5次方 2的3次方 所以是2的平方 那1的部分 這底一樣 這底一樣 就2分之π 2分之π 加上6分之π 6分之4π 就是3分之2π 然後減嘛 這個是 這個的話呢 在婚母的話 可以看成是1的2 就是2分之1的話 可以看成2的4次方 這個就是2分之π 就是2分之π 減掉π 這樣子 然後這個的話 就變成是 這個減這個 就是2分之π 就是3分之2 減2分之1π 這個等於多少 6分之1 所以是6分之π 所以這個是2的平方 1的每6分之π 那這把他還原成這種形式 所以是2的平方 cos 6分之π 加上 cos i sin 6分之π 所以答案是這個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a